沉浸浩瀚书海 阅读知识篇章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Podcast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 相信阅读书房现场Podcast 我是主持人谢文献 显哥 今天这一集非常特别 要给各位的金句是 从这本书的企划文案当中 挑选了一句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最好的财务规划是 像悲观主义者一样储蓄 并且像乐观主义者一样投资 对我来说 其实我自己很多人都说 我行动力很好 但是我难道没有防堵的措施 万一如果我失败 我该怎么办 可是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也是会瞻前顾后会去想 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去做 会怎么办 我做了最大的损失 有可能是什么 如果把我自己从事事业规划的心态 放在投资理财 其实道理是很类似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现在不管社群媒体 在风行之后 每一个人都会对趋势 有一些规划 现在最夯的话题就是ETF 你会不会有非常紧张 但是如果你真的投资理财 要能够赚到钱 或者我们这样讲 你要真的能够赚到大钱 到底方法是什么 投资什么地方才是对的 很多事情过去已经发生 但是你都已经忘记 最后你还是去追逐一些 你可能未知的东西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给我非常大的启发 而且我在脸书上找到一个朋友 他非常厉害 他说他自己买了100本 甚至还超过100本 买到是手刷的版本 这个人不是别人 知名藏教书作者杨思邦 今天来到了现场 马上来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 今天的天下文化书房现场 Podcast单元 我是主持人谢文献 今天邀请到好朋友 斯文的人客 第一个斯 杨思邦知名 参加著作者 请思邦跟听众朋友们打算招呼 憲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边 你真的买了100多本 我应该是超过100 我讲话都比较保守 那你是去买那个有美金的吗 对因为我买100本的原因 是他这个限量附赠美金1元 这完全打中我 因为对我来说是花一样的钱 就是送朋友礼物 那我判断说这个阅读人发现 他一定也会追加去买 所以我就赶快 在那个成品书店的官网 赶快扫下去 那我不小心在买的时候 又被成品赠送点数 那时候买一本的话 他还多送200点 大概是20块 那很多 很多 可是我也送的差不多 我送剩下大概20本 那我问一下 那你有打开来看 那美金真的是真的一块吗 确定是真的 那你还如果100本 说不定还有连号 我发现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是假的 所以我送人家都会交代说 那张是真的 你不要当书签 好 因为当然这个作者很特别 摩根豪舍因为他之前有一本参考书也是我想全世界风靡的这个致富心态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关联跟这位作者好不好 其实他第一本书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Clubhouse流行的时候 我就跟朋友有谈过致富心态的列举他的故事 他里面很吸引我的几个故事 一个是很极端 就是钱赚太快的科技新贵 然后他这个钱多到可以买很贵的金币打水漂 或者是在店里面耀武扬威 把人家东西弄坏弄脏 然后等于是用钱去当大爷 对对对 那你这种人要衰败很快 然后他举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 有一个大概90几岁的黑人 他过世的时候捐了过亿 给他所在的州的图书馆或医院这样 然后大家一定会想说 这一定是什么富豪吗 没有 他一辈子都是做很基层的工作 做比如说修理啊清洁这样的工作 可是为什么他过世的时候 可以捐过亿台币的钱 给他所处的这个州的图书馆或是医院呢 他的例子就是他赚的钱都去买 大型的蓝筹股 但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万一你赌错了 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效益 其实这个故事如果再把它改写 这个人如果都是买 譬如说买巴菲特的伯克小海色OA 或者是他买这个Vanguard 等于是买下全美国或全世界 会是更好的例子 OK好 所以斯邦其实对于投资理财 对于阅读也非常有洞见 当然这个作者一出这本新书 听下文化 还包括我周边很多的朋友也好 KOL也好 都注意到这本书叫一如既往 当然就像他的英文书名一样 Same as ever 所以告诉我们说 其实很多复杂的东西 我们要追求 倒不如回来追求那些比较简单 基本的告理 当然除了你会买一百本书以外 你会喜欢做的 当然这本书一定也有内容打中你 否则你不可能自己买了一百本 去送给朋友吗 你觉得这本书一开始 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这本书我觉得它跟我 重视的观念是共振的 譬如说从这个书名 其实不好翻译 其实从一如既往 我还不太清楚 什么叫一如既往 反而是英文书名 Same as ever 这个我就catch到了 那我又回头看这个书名 我也不能说它翻得不好 那这个香港有一句话 叫做 金石不同往日 那很多人就喜欢去追逐 金石有什么不同往日的东西 其实这本书叫我们讲的是 金石跟往日有什么 共同值得我们重视的价值 或是观念 那之后扣到他书 一开始就讲这个 Amazon的创办人贝卓斯 对对对 贝卓斯说经常有人问他说 未来十年有什么事会改变 这有点像是说 现在的大学生 或是说要选田 大学志愿的高三生 高中生说 那未来十年什么工作比较好 可是没有人会去问贝卓斯说 未来十年有什么事不会改变 那我们套回去给高中生的建议 他反而要选说 未来十年有哪些职业是刚需 譬如说水电师傅 好的水电师傅永远都有缺 而且水电师傅的配器是很好 对对 就像这个我们一个好朋友 陈根仲讲 这个心脏通这个心脏血管 可能健保几步没多少点 但是你家的马桶如果不通 一定非得要找水电师傅来通 半夜开五千块 看你要不要 对 要不然你就马桶溢出来 然后讲了什么东西 好 这本书其实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里面有23个 就是从我跟豪士 他认为可能世界不会改变的 很多的原理原则 有点像是我们讲的 投资的底层逻辑 但这本书又不像是跟投资有关 从后到晚也没有讲到 他投资的什么股票 或者是他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一般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怎么看会比较适合入门 因为他如果或许对摩根豪士 不是那么熟悉 或者对这种基本的原理 可能不是这么了解 怎么看比较好呢 是 我觉得比较好的读法 不要贪快 譬如说你编读的过程 你要停下来 然后你不一定能照单全收他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问句 你不认同也没有关系 你把它的叙述 你打上一个问号 你不同意你就打问号 你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去找答案 或者是你试着反驳他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譬如说最近很多人在 献哥开头讲在抢买 所谓的ETF 我会把它说是所谓的ETF 因为真的正规的ETF 是大范围 大业种的持有 然后被动跟着这个市场的指数 这个才是符合ETF的精神 可是现在很多以ETF为名的商品 你买了会不会烫到手 你自己要去做记录 我发现会做记录的人非常非常少 你今天就算买了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你买100万没有关系 你要做记录 一年后你去算 你配到的利息 跟你的残值加起来是多少 你做个记录 第二年你做个记录 做到第五年 看你要死心出厂还是怎么样 都好 总之你要做记录 所以不要跟风就对了 周边人都在买 你也跟着买就对了 就不要这样子 讲到这个最近大家会讲说 擦鞋筒理论 我觉得这五个字也太滥用了 因为其实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真正是擦鞋筒效应出来 你不能说 我以前去剪头发洗头 那个阿姨都没有在讲股票 现在开始讲 你就说这就擦鞋筒 那这也太好滥用了吧 了解 所以现在可能擦鞋筒 还不太好找 说不定 那个什么Uber司机 都在谈某一档股票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小心 好这本书当然有很多的 可以谈的点 我们现在问一个地方 就是刚刚我讲到什么 悲观者跟乐观者 因为你自己也身为投资人 然后也写书 然后看了非常多的书 你觉得这句话 就你的观点来看 你怎么看 悲观来说就是说 我们人其实很不喜欢损失 损失是痛苦的 也就是说 在2020年3月 股市大崩跌的时候 很多人选择卖掉股票 换成现金 为什么 有安心感 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继续跌下去 可是那时候卖的人 往往是最凄惨的人 因为很快就弹回来了 他无法想象怎么这么快就弹回来 他想要规避损失 可是你因为规避损失 你会付出很惨烈的代价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播客销海社会的B股 最低跌到160 那我因为有经历过一些牛市熊市 我比一般人不是胆子大 心脏强一点 我反而是胆子小 胆子小 我胆子小 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么危险 所以他160弹到200块的时候 我就进去买了不少 那我也会担心 我那时候当然人也是有成长 我4年前没有现在的智慧 有再成长一些 我那时候也会怕说 巴菲特如果挂了 那播客销海社会 不就也会有重伤 所以我200块短时间涨到260 哇 200赚到260赚了60块 我怎么挖股神 全部卖掉 我就赚200万 很快的时间我赚200万 后来发现我真的是傻瓜 巴菲特之所以是巴菲特 260很快涨到320 那现在是410 所以我在320的时候 赶快再回去买 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卖 波克下海社会了 所以这句话其实某种程度 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跟心理有关 投资就是在讲心理 这就是不会变的东西 它不会变 所以就这样你不要说是你 200块不要说涨到260 可能涨到230 我可能就败了 我都受不了 我一定受不了 我讲另外一个例子 就最近大家在讲 黄仁勋嘛 标谷嘛 NVIDIA 200多块我就买了 那400多块我赚一倍了嘛 我就受不了 我又全部卖光了 就现在900块 千金难买早知道 好所以这本书里面 其实谈很多 跟这种心态有关的东西 当然就你来讲 其实我刚刚用这句话 可能让施棒直接进入 这本书的内容 好那你觉得这本书里面 有哪一个篇章 其实跟刚刚那个心态描述 是有关系 比如说难道你不会担心风险吗 难道你不会担心破个下 就直接一路往下坠吗 这个我们可能心里面 都会这样子想的吧 是 我想到我很久以前 问我老妈经常 在我小学的时候 她就进出这个浩子 那时候讲浩子 有一天我就问她说 股票为什么会上涨 她讲不出来 她讲乱七八糟的答案 然后这让我啊 就真的去自己去找书 我找不到对应的书名 过了很久之后 我才找到一本书 她书名就叫股价 为什么会上涨 所以像我老妈 即使以前她进出 在股票市场 可能也有几千万 可是她其实是一个愚蠢的人 她就是被割韭菜的人 那我们看这种摩根豪社的书 你就是打底建立正确的观念 像波克夏海事会公司 其实经历过六波 等于说上冲下息 对就是说这种大灾难级的 可是她长期来说 以五六十年的投资报酬率 年报酬率还是接近百分之二十 那巴菲特他也说 即使他不债了 他的钱也会投这个标普五百 那这样确保他们的运作的金额 不会受到影响 10%到20% 每年还是有这种成长幅度 是 好所以这本书其实有很多值得 当然他不会告诉你说 要买什么股票 或者是像刚刚NVIDIA 或者是他的股票怎么样 就像刚刚你一开始说的 到底未来十年二十年 什么东西不会变 有没有哪一篇或者哪两篇 十棒特别觉得 你觉得看了特别有感觉的 是 刚我先回应献科讲说 这个悲观储蓄乐观投资 这一点 我们刚刚先讲一半说 悲观 因为我们想要规避损失 所以我们在觉得很危险的时候 卖掉股票 结果却承受更大的损失 那为什么他会讲要悲观储蓄 不是乐观储蓄 你乐观不会想要储蓄 你觉得每天都在破年 你觉得NVIDIA会继续涨 怎么会一直定存 那所以这跟我们台语有一句愿意 叫做 晴天要存雨天时候的粮食 客家话也有很类似的艳蓄 客家话我就不好意思怕讲没那么标准 那他里面在讲说风险 风险我很喜欢 风险就是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风险就是你赌他联考不会考 我问很多那种就是学生级的听众 他们每一个都说 每次赌联考不会考 通通都给我考出来 还有掉好几个志愿 所以风险就是说 你想赌一把 你以为几率会很低 可是就是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老妈就遇过很多次 譬如说他以前就标会 我就问他说 标会的风险是什么 他说都会啊 有人倒会 我说那你一生被倒几次 说三次 这就跟我们讲说什么 骑摩托车出车祸 跟坐飞机出车祸的机率 他里面第二篇就在讲风险了 是 那或者说你没有料到说 你买的公司会倒闭 我老妈也有这个经验 他一百万去投一间公司 就倒闭 就真的变壁子 其实我给他回推啊 因为像爱马仕这个股票是可以买的 这是法国的公司嘛 那在法股或是德股 德国的股市都可以购买 我老妈同一个年代一百万 如果他去买爱马仕的股票 我就问他说 你知道一百万到今天变多少 多少 一亿 天啊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大概三十年 三十年前 一百倍 然后他就说他不会 我就说你 因为他说他不会的 再往前推二三十年啊 台湾就有人出书啊 在讲美国股票市场 其实有些人就走在前面嘛 只是说你也没有去 譬如说你去逛书店 还是说你遇到比较好的朋友 介绍你有这本书 你就可以及早做正确的决定 我老妈他同一个年代啊 如果买Nike的股票啊 一样一百万就好 也是变一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买那个年代刚好是Nike的鞋子 慢慢从以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 不怎么红 现在变得很红了 现在什么人都在穿Nike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就刚刚你讲到三十年前的妈妈 跟三十年后的妈妈 譬如说一百万到一亿的过程 所以时间的复利其实真的对投资太重要了吗 没有错 像这个巴菲特的公司也是这样 在西元两千年前后 他那时候伯克夏A股啊 大概美金是一万块了 那个时候其实就很多讨论说 伯克夏是不是到顶点了 可是他一万到现在2024年 60万了 接近60万 一万又到60万 他还是会继续成长 但当然很少有巴菲特这种神力 所以我们与其质疑他 或是想要模仿他 你不如直接购买他 很有道理 就像说他到了90几岁 还天天喝可乐 我们可能到那个年纪 如果天天喝可乐 可能就麻烦了 他真的是基因太好了 他爸爸60岁就得爱症过失了 他爸爸当过众议员 我昨天才又在重读他的相关的书籍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相关的书籍 像蒙格之道 类似像这样的书 对巴菲特投资这种 有很多相关的书籍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投资 就是妈妈那一辈 我爸爸妈也是一样 就看人家买什么就买什么 其实有很多书可以学的 是 我觉得我也是很推 献哥刚刚提到这个 蒙格智慧跟蒙格之道 这两本书都是 等于是两间公司 蒙格跟股东在对话的QA集 QA集 是 他们大概在1984年的时候 那一年播客下的股东会 大概只有300个人参加 隔一年就10倍以上 他就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他 我觉得他这个QA的过程 透露很多智慧 其实我们你有这个智慧 你不会去追逐 现在流行什么东西 以前我小时候成长的那条街道 整条街道几百户人家 只有四户不买 大家乐 我们家没有买 只有事物不买 只有事物不买 那一段时间是非常 大家都买了 都想要一系致富买 所以大家都买 这个大家是指远远大于50%的事情 都是很危险的 almost 就是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 好 当然你刚刚讲到蒙格之道 我自己也觉得像 比如说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我们真的要去实践 有时候也真的蛮难的 因为这个就不好讲 因为杨师傍有给我看 他自己投资的那个 这个收益等等 因为对你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来讲 当然你也经历过大风大浪 你觉得这本书里面透露了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不容易做到的 不容易做到 或者是很辛苦 就是你要去想 因为简单的道理 有时候就像你刚才讲 就是我260 我早知道不要卖 可是我320又把它买回来 对 对我来说 你就是说 你会怕你不乐见的事情就发生了 你也是想要先落袋为安 我觉得落袋为安 这四个字 有时候就是会让我们错判 对 所以说像我给一些 小资主朋友的建议 我就会跟他们说 你每个月如果省下10%的 赚到的钱 应该没有问题 他说其实有办法 我就不要喝星巴克 喝普通一点 普通一点 家里就是 你买个Britah绿芯 你喝绿水壶 你不要在外面买矿泉水 气泡水 可以吹下来 那你5%的钱 你去买波克夏海色味 你另外5%的钱 你去买爱马斯的股票 爱马斯可能不见得 有它过去30年成长成这副德性 可是基本上你买它而不去追逐爱马斯的包包 那你去买波克夏海色味 你参与巴菲特的智慧 蒙格的智慧 他们其实都严选他们的管理公司的经理人 所以其实巴菲特跟蒙格早在二三十年的股东会就被问说 如果你们两个再见了 那你们的公司会不会继续成长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持有的不只是持股 而是我们拥有很多公司 这些公司run的成绩 我们在或不在 都是一样在生产 一样在卖保险 很有道理 所以你刚刚讲的 其实我稍微汇整一下 大概就是这本书里面的第九篇 第九篇谈到的是太多太急太坏 就是讲到耐心 因为一般人说实在 你要对一件事 尤其像现在看影音都看10秒钟20秒的 真的很难有耐心 第二个可能就是不断奔跑不断学习 就是对你来说 你是一个写书的人 也看书 然后也研究很多投资相关的东西 自己下去做 当然不能够被很多外在的语言去牵绊着 可能很多会发生的风险 其实都会发生 大概结论是这样子 是 献哥有跟我提说 这本书那个诱因这两个字 是 诱因 对 我们诱因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很鼓励众人阅读 因为我觉得 如果只有我个人从阅读得到好处 那我的朋友过很辛苦 那也没啥意思 每次吃饭都你出钱 我希望大家都不错 所以我在做推广阅读 其实诱因是我很重要的推进的燃料 因为你没事叫人家读一本书 要写心得 谁理你啊 你又不是献哥 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如果你是献哥 我为了跟你做朋友 你可能无偿 也有很多人要追随嘛 可以当接班人 增加胜率嘛 可是我不行嘛 那我就 我选礼物 我曾经有一整年都送长容 三万里 绝对不可能没有人参加嘛 你大家都会赌嘛 这本书好像很难赌嘛 可是只有我钱 我就三万 我不会不送 送点数给他 三万里 那很好啊 出国可以用啊 结果同一个人他还可以累加 我们曾经有一个就是参加的人 他累加到可以换美国回台湾的机票 我也替他高兴 我不会觉得可惜 那你点数真的还蛮多的 超过三十六万 那一年我就把他送掉 那时候我父亲健康走下坡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带我父母出国 对对对 我父亲生病前大概三四年啊 我带我父母出国十二趟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爱的一个人 说真的啦 有些人如果真的财富自由 也不见得会像你这样的 去做一件推广阅读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这样有多快乐 好 我们最后两分钟给释放介绍一下 你的新书 要有一个人 要有一个人 其实我可以再把这个大爱再让出来 我的书就让他auto run就好了 那我讲一个就是说 我也不要说好像就是 好像很清高啊 还有献哥叫你介绍 你还不介绍这样 我讲一个共好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 张宣瑞医师 他前一阵子就联系我 他也很厉害 他挑那一天啊 那一天加三天以内 我没什么事 我真的蛮不敢答应 他跟我说 他是武权国中的校友 他想要捐书给母校图书馆 我一听就头大 因为有的人啊 他也不认识现在的主任是谁 那我一乡书 寄去校门口老婆 我就丢掉资源回收了 这我都听过 好 那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认识的师长当收件人 这个续集太重要了 他说没问题 这个都有手的主任 我说那简单 那就好办事 他就买了我十本书 指定要我签名 所以他是先汇款给我 我订书嘛 那有些电商一天就可以到嘛 我就签完十本 那就要寄到他的母校 武权国中的 等于是 归在图书馆这样 那我就想说 我要大方一点嘛 我都跟朋友说 我股票我赚钱 你学我买巴菲特都会赚钱 我再加码十本 我本来是跟张学队说 我加码八本 因为我算那个箱子 大概可以装八本 后来我就换大箱子 因为十加十四圈十枚 那这样十加十就上架了 武权国中的图书馆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是我的脸友 你有一样的念头 你可以私讯我 我忙得过来 我也会十加十 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真的觉得就是 其实说真的 人生如果要成功的方法 有很多种 当然是 这个都是很隐性的 说实在 你不会去吹嘘 吹捧你的书卖多好 然后什么多少厉害 可是你就是慢慢的 这样压子划水 一点一点的 这样做助人 我觉得这是真的 蛮棒的一件事情 我这一个礼拜内 刚好有些朋友问 所以我脸书跟粉专 刚好都出现了 我分别在小学 国中高中 都有送书的记录 好 今天太特别 我们访问到的是 杨思邦介绍这本书 一如既往 天下文化出版的 Same as Ever 这本书我看的 其实非常有感触 希望各位能够 收听这一集节目 然后再追踪一下 杨思邦的粉丝团 其实你会有很多的好处 如果你只要喜欢阅读 你一定非得认识 杨思邦一次 不可 今天这集节目 到这边告一段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 相信阅读 书房现场 我是主持人 谢文献 献哥 今天跟杨思邦医师 一起来讨论这本书 一如既往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是在一个 二三月 我正在忙 斯文的人客 这个论坛演讲的时候 看到这本书 其实非常的兴奋 因为第一本 制服心态我也有看 但是第二本我感觉 更能够打中我的原因 是因为探讨 所谓世界不变的事情 跟人性有关的这些东西 对我现在的年纪来讲 非常非常适合我 因为其实追逐了人生 三十几年 在职场当中的打拼 尤其是第十六篇 我自己看的非常有感觉 刚刚在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不断奔跑 当然你自己 如果停下来不动 其实很快 后面的追兵就上 他里面谈到了 几个重要的概念 当你非常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过于自信 这是第一个迷思 当你过于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追逐成长 而成长这件事情 有时候也是不容易追寻 每一年都成长 第三个是 当你追逐成功的时候 你就想要休息一下 当你休息一下 你的敌军就追上来了 第四个 当你想要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时间这件事情 很难复制第二个成功 或者是你有可能遇到 所谓过气的问题 所以看完这一篇之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其实虽然我现在可能 年纪有点长了 说不定以前动能也没像以前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这么强 但是一直告诉我自己 不要停止 不要休息 不要想说 我已经很厉害 我们就一直往前进 跟年轻人多学习一些 新的知识 多开点书 就像斯邦刚刚在节目里面 谈到了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忙的人 而且他的演讲也非常多 而且他家里还有 必须要照顾的老人家 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的状态 还能够以利他当作一个出发点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时间一点时间 给你投资的股票一点时间 或许这就是真的 自负之道 也说不定 希望各位喜欢这一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